- 郁岸 - 郁岸 - 郁岸 你过去包括选战 包括现在市府里面服务 你都是网路行销的专家 OK 那这次空战 有符合您的预期发挥的 包括像过去白色力量 包括科斯党服务选手 那么强大的所谓空军制胜的 这个优势吗 另外有这么一个小手板 这是一个中国大陆 对一个所谓传统手工 叫做江秀 他们做的一个广告文 蛮有趣的 所以在这个无限的世界里面 情感还是需要一针一线来维系 OK 您是无限作战的专家 那如果一旦无限作战不如预期 譬如说补选的投票力没关 所以组织动员 把大家牢牢少少请出来投票 这个一针一线的维系工作 是重要的话 你的空路之间要怎么协调 你的观察 其实目前在空战这一块 我觉得我们团队算是发挥的 应该算是已经淋漓尽致了 也就是说目前包括说像学姐也好 或是我或是大雄 这些人下去加成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思雨本身的努力 我觉得其实这一块做起来已经 光看我们从候选人的声量来看 其实已经是其他候选人的相加 大概还没有思雨这么高 一个人比过两个人的 对但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 应该是在于说现在这个补选 就刚刚思雨讲到了补选 补选这一块 因为毕竟是一个地区性的选举 然后又是补选 所以其实这个整体来讲 包括说像投票率也好 或是像民众表态率也好 其实跟一般的我们想的那种 市长层级的这种大选来讲 其实是有落差的 所以其实在这一块上面 我觉得这一块我们还是要再继续加强 不管是我们自身的论述也好 还是不管说像刚刚文家哥讲的 陆军这一块也好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 还要继续加强的地方 我也同意刚刚那个小平哥讲的 就是玄战还有18天还很长 还很长 对所以其实目前现在这样的情况 他们拉屏对我们好一些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 应该是这样讲 对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目前的趋势就是稳定向上 就是持续的不断在进步当中 那我相信市长也有讲过嘛 就是其实就是民调 现在民调数字 当然就是我们参考就好 但我们自己还是要做 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做的努力这样 是 之前有个报导说 这个前主任 蔡壁如蔡主任 跟民政局的这个蓝局长 听说嫌市长之民说 没论如何 陆军这好要打好贏 有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那目前进展的做法是如何 我一直有一个远距离观察 可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白色力量 这股台湾的新政治力量 跟新媒体的思维 整合起来的一股 所谓政治的一个作战方式 我总觉得很像对 地面作战陆军 有一种先天的排斥感 那个不好嘛 那个落后嘛 那个传统嘛 那个条子咖 要去跟人家 有些没死的事情 你会有这种先天的排斥吗 还说这次你们也在开始调整 就是说这样子的作战方式 未来为柯市长 未来更重要选举在做实兵演练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排斥这一块 也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敢说是什么 重兵押境还是这样之类的 这并没有有这样子的说法 只是说我们 当然实际上我们该做的努力 还是应该都要做 我们不会说去排斥说任何 就是说我们虽然在空战过去是很擅长 没错 可是其实市长过去像这一次市长选举 我们看到其实市长到后期 他其实是很努力的在跑每一个行程 从早上7点一直跑到晚上10点 这样子不停间断 那我想现在思雨也是 你可以看到思雨现在其实嗓子都已经 他有送 他你没有送 不是这不是重点 但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都会看到 其实不管是市长也好还是思雨也好 我们其实都很努力的在地方上面 其实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与认同 所以其实我们不会说因为空战 是我们既有的优势 我们去排斥说所谓的传统的这一些 选举的一些我们所用的这种方式 OK 并不会排斥传统的做 等一下来这个思雨补充 像刚刚月安讲到说最后 如果大家有发现最后一周市长在选举 除了跟馆长直播之外 其实有非常多路面部队 包含他一天可能扫四到五个市场 那最重要的是所谓的照片 包括陈医师都陪他去扫 没错 没错 他有一个照片效应 也就是市长只要去陆地面扫街的时候 其实市长是不能动的 因为所有人都来拍照 那那个拍照 每个人只要上传到你的脸书上 他发挥的效益都是一千人 两千人三千人的在扩散 所以每个人跟他合照 都变成另外一个 帮他散播讯息的助选严谈 大家的心思维空军和陆军 是要和在一起来的 和在一起来的 举例说我这几年新闻上的多 你是国安党少数的空军 对 我去拜票就很多 彼此联系好拜多了 所以空军 有空军去拉陆军 叫事半而功倍 那今天倒过来讲丁丁是没有空军 对不对 讲丁丁是干嘛 不是 我一定要拿丁丁跟柯文哲的例子 充满旧恨 不是 可是呢 可是今天是我一直建议 他做12场 每一场一万人的12场大型造势 那是陆军吧 因为空军我们打不过柯文哲 他真的强嘛 可是谁说陆军人集结不变成空军 人心就来了嘛 我做一个新的权势 集结成功的陆军也变成空军了 空路是混合在一起谈的啦 OK 这个士奇 我们谈过这个补学议题 你记得韦翰 他有一些数学方式过去投票 大概这个小明兄刚才也说过了 但是韦翰一直想要说 绝对不能低估施雨的爆发力 他认为这是市长未来 柯市长未来在竞逐总统大为一个很重要的前哨战 也是一个操盘的使兵演员等等这些概念 那如果以这个状况来看 似乎柯市长最后一定会全力以赴了 那你认为全力以赴的柯市长 对于施雨的选情 会产生什么样积极拉抬的效应 你们观察 之前其实我们大家都这样认为 就是说柯文哲因为把陈思雨当作第一个世金石 来作为他六月的最后的评估的第一个 要参与总统大选的一个 对 陈思雨是第一个关卡嘛 那所以他当然会卯足全力帮他这个浮选 可是我最近有听到说 其实柯团队内部也有两派不一样的意见 就是说到底柯文哲应不应该投入这么百分之百 这场选举思雨的浮选这场OK 就是说到底那个效果会是怎样 对于柯文哲本身的利益来说到底会怎样 我听到的消息是说 其实有两派在拉扯中 好不管如何 我仍然认为柯文哲当然会全力跟陈思雨来浮选 但是我现在有几个疑问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观察到说 补选他还真的没有办法引起什么样的大话题 他真的没有在网路上面成为大家热烈讨论的主题之一 也没有在报纸平面传统媒体上面 变成一个重点的版面 显眼的快 没有 他一直都是冷冷的 冷冷的当然就不利空军 他入军变成比较扎实的票 比较重要的出门投票 比较重要的重点的对象 第二个是说 柯文哲跟陈思雨绑的程度 到底应不应该那么紧 还是 因为陈思雨其实对 就是靠柯文哲的这些空军的能量 可是当柯文哲 那个风如果消了一点的话 会不会连带伤害到陈思雨 譬如说最近这段期间 大家都承认 韩国瑜其实是超越柯文哲的声量 蔡英文的声量也很大 还没 最近统计两个加起来没有 那是下一段 韩国瑜超过了柯文哲 而蔡英文超过了两个人加起来 那也就是说 柯文哲过去的发言 从来不会被虚成这样 但是他最近的发言也就被虚 PTT上面被虚 你就讲一些好听的话 谷歌掌会怎样 你为什么要一直唱衰等等的 反正他也被骂 那所以当陈思雨跟柯文哲 黏得太紧的时候 会不会你也受伤 因为他最近的确没有 他输人家了 他输韩国瑜 他输蔡英文 而且他被虚了 那这件事情到底 对陈思雨来说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恐怕也得要做一个思考 当然18天是不是很长呢 18天不长不短 我觉得是还有努力的空间 但是因为他是空战 所以空战你能掌握的 我觉得那个摆盪的幅度会大 不确定性会高 所以你要一直维持住 往上往上往上 需要更努力一点 而且那个东西很多 不是操支在陈思雨 很多是操支在柯文哲 柯文哲的发言 柯文哲的表现 其实都影响陈思雨 所以我觉得他的危机 他的危机恐怕是在柯文哲身上 或许你的机会来自柯市长 但可能你的危机 也会来自柯市长 我比如说你跟柯市长绑的在一起 我觉得绑在一起 一定无可厚费 所以我把你们分开 也才很奇怪 可是问题绑在一起 常面要叫 collateral damage 叫做连带伤害的问题 如果市长最近水涨转高 你跟得上 万一像刚才实际分析的 网络的声量等等 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压抑的话 那是不是你连带受伤呢 我们看你的选举的脸书上面 你跟市长 几乎就是 很像是市长带着你选 你挺着市长在选 你也说在中央等着见市长 那市长说 叫你点点卖青菜 人家说就对了 OK keep it possible 所以这两个很难切割 那子佳兄 我想子佳兄 跟市长私底下的关系 都非常不错 他常常会跟他讨论一些 有关民调 吴子佳也公开讲说 陈思雨不会当选 柯文哲 你如果太挺他的话 会受伤 柯文哲回应说 一切都不确定 我最近在读 非线性系统 非线性系统是一个科学对面 也就是说 未来的预测 事实上要保守一点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任何一个微小的变数 都会造成不确定的后果 来你的回应是怎么样 特别是指甲凶凶 柯市长 尼摩卡斯与绑太近 会造成他的 所以连带受伤 你的观察 其实我在想 最近的选情 包含我们在地方 前几天有一个是 民进党的党主席投票 是 那我们在地方聊天的时候 很多长辈都跟我说 你知道吗 这次的投票真的真的非常冷清 像以前在传统的士林大同区 他投票率至少都有五成 绝对超过三成 这次全国投票17.3还是多少 对只有17成 在大同区三点去投票的时候 整个投票的本质都是白色的 就是还没有人去领票 没有人去投票 所以他们自己很担心跟我讲说 我觉得这次的选举 让我们不定 不安全感非常大 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谁会赢 完全没有这种预感 也没有线索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当然对思雨来讲 我们就是努力的把这些民调 当成一个知名度的象征 那这知名度我们要怎么样再去做扩散 当然陆军的冲刺是非常重要的 OK 郁安 这个市长对于紫家兄的说法应该说 刚才说这是一个非线性的 他的研读书 他也说了 陈思雨的民调慢慢有起色 柯文哲说我会尽力努力 Do your best 他也对思雨 对最后的胜选 寄予非常高度的厚望 您目前对最后的选行 有没有一个大原则大方向式的评估 认为会怎么样 其实目前来讲一切都还是非常乐观 因为我觉得就像市长 很乐观就对了 非线性系统 就是讲到说其实现在台湾政治是非常欠叠的 这种其实声量的高低都是一时的 就像其实我们没想到想到 或者说前一阵子是还在寒流的时候 最近蔡总统的声量就冲上来了 那从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说 可能每四年或是每一年 这样子高高低低的起伏 到现在已经进步到 已经剩下大概每一个月 每三个月 这样子政治人物的那个声量 就会急速的震荡摆荡 所以可以发现说其实我们 只要我们好好的去论述 我们自己自身的价值 以及自身所坚持的一些 可能一些理念 我觉得这只要思雨 能够继续做到自己一点的话 相信这个选情 其实一直来讲的话 应该是可以蛮乐观的 愉安对选情充满了乐观 我们也给予同样的祝福了 OK 我记得上次这个 建民兄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私底下跟我讲说 陆战我尽量帮忙 但是空战完全让小朋友 你们自己去打 这个小朋友我就想要这个画面 这个思雨 这个小学姐 那个小牛大雄 你们四个人 这是Beatles一张很有名的专辑 叫A.B.Roll 这我有收藏一张黑胶唱片 很珍贵 这是我们对青春摇滚的 最后残存的记忆 Beatles跨过这个利物浦 他们家乡的一个十字路口 后来很多人用这画面 去改编了很多的画面 是最近一个 这是讲四个女孩 事实上是两女两男 很适合你们这个形象 Come meet the next great artist 前来遇见你们 你们是什么 下一群伟大的艺术家们 你们的胜选 我不敢说什么 但希望你们选出一个 不一样的青春式的选举 就像这张画面 要留下给台湾的年轻人 一个值得回味 值得想象 值得坚持的新的选举路线 李宗盛 是对她亲艺的 他太好 还没见过 这些是没得到 评论 也튼不可 不一样 他怎么感觉 他们要干一样 一样 里面